結果回到美國的時候,醫生跟我們說他可能醒不來 這樣子 然後就差不多一個禮拜之後,他就活死了 助理剛從美國回來是不是? 對,我是上個禮拜三回來 就很臨時,就是 其實我八月都是在美國 大概八月二十六號回來 回來不到一個禮拜 就接到我家人的一個訊息 就跟我說我叔叔有中風這件事情 然後就是 那個週末也有很多活動 但是我覺得 因為那個週末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因為我美國的公司 都是他在管理 我美國房地產公司 還有我農場都是他在管理 然後他中風 所以我就很多 我知道,不管他好還是不好 我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結果回到美國的時候 醫生跟我們說他可能醒不來 這樣子 然後就差不多一個禮拜之後 他就活死了 他是六十三歲 他是我爸爸最小的弟弟 真的突然 而且他都很健康 而且我在八月都在美國 都是跟他在一起啊 然後都好好的啊 然後就前幾天 就一直跟他聊天 聊一下我們房子的事情 或是農場的事情之類的 然後他就 就很突然這樣子 我自己也嚇到 我有點不小心 怎麼可能是這樣子 他都很健康啊 然後都沒有什麼身體的狀況 當然都 就這樣子 之後來是我家人也很重要 那這個時候也是 因為其實我爸爸 2017年那種過世 然後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夢想 希望我可以跟我爸爸蓋一個房子 希望我可以跟我爸爸做什麼事情 那後來我爸爸過世嘛 然後後來我就是 用這個方式 跟他的弟弟 一起去完成 然後就跟我叔叔 一起蓋一個房子 然後一直裝房 所以跟他學了很多 然後包含我那個 農場搖用的一些設備 那些東西都是他教我的 對 叔叔就很像猶如是爸爸的感覺 對對對 我叔叔也是住 他爸爸媽媽 他出生的地方 他就是剩下他住那邊啊 然後我一回去的時候 我阿姨們 給我負責 所有他東西 包含他所有的鑰匙 房子鑰匙 車子鑰匙 什麼都是給我處理 然後就說 這個是給你 給你 所以你這 這幾天 就是 我是唯一有所有東西的人 然後我就很驚訝 為什麼我阿姨會這樣子對著我 應該是他們要處理吧 那個是他們的弟弟啊 他說沒有就是你 因為你就是有點像他的兒子 有一個消息 台灣很多朋友都會關心 打氣的 對對我非常非常感謝所有台灣朋友 說我穿很多訊息 然後就 問我阿有沒有什麼需要 他們可以什麼 他們可以幫忙我什麼 或是之類的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動 我也很對不起 因為我們公司其實很多 魂禮也是零行被取消 我就沒辦法去唱 然後我也對不起他們 但這個事情我真的是沒有辦法 我通常 不會掉場做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這個 對我來說是太嚴重 對 對 台灣譬如說藝人有哪些 你印象比較有被去打氣 也有很多 像我好很好的朋友 孟多 還有小鎮 我可能收到 兩百多個信 還有一大堆LINE 我也沒辦法一個一個回覆 然後沒辦法所有東西打開看看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真的很忙 一回家就是要馬上處理他的房子 然後找他所有的證件 真的 真的對不起那些朋友 真的每個都 一個一個都能說謝謝 但是後來我又錄了一個影片 然後就說 謝謝所有 都有 參選 或是打電話給我的朋友 那就 我回去台灣 看看有沒有時間 我們再見 這樣 當時我哭了蠻久 哭了蠻久 但是到了商禮的那一天 其實 我也是很開心 就是 在他商禮上 我家人就是給我機會 可以上台 然後唱一首歌 可以自己聽 然後 對對對 我也很開心的做這件事情 然後當天 當天在商禮上的時候 我都沒有哭 前面我每天 一整天都在哭 然後到了商禮的那一天 我都沒有哭 然後商禮完之後 那一天晚上 我就大哭 這樣 以前二分之一想 永泰也熟 永泰也熟 其實他之前也是在我們經濟公司 我還沒有時間去看他 因為我是上個禮拜回來嘛 然後回來的時候 幾乎每天都有 那個活動 或是婚禮 什麼的 那我目前沒有什麼時間 可以去看他 但是我又錄了一個影片給他 那希望他媽媽有放給他聽 那我計畫是下禮拜 下禮拜就安排一個時間 然後看看我能不能過去看他 我希望他也可以趕快好啊 咱苦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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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